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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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大少爷 今天请您来 有件事要向您请示 最近郡王府给每家大延楼都发了帖 要征集设计图 为郡王的姐姐 就是当今宫里的贵妃娘娘 定制一款奉冠作为生辰寿礼 大少爷 您看 咱们要不要参加 当然参加 以顾家的实力 若是对这么大的单子视而不见 传出去会被人误解 更何况 郡王与当今皇上关系密切 若是能打通这一层关系 说不定能拿到内务府明年的珠宝订单 这么好的机会 顾家又怎么会错过 是是是 我大哥可不是一般人 你们这笔生意摊上他 那是稳赚不赔呀 要不是你说你大哥知道顾府的宝贝藏在哪儿 我们辉哥还不愿意跟你合作呢 是你们呀 你们赚了才对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别啰嗦了 赶紧带路 一会儿到官府看你们怎么办 没据我 大少爷 我给你备马 不用了 我自己散步回去 大少爷路上小歇歇 大娘 您这菜怎么卖 我这太比较容易 要不要来点 好 不如这样 你把位置告诉我们 我让我的兄弟 去把你大哥请回来 这样不太好吧 我们那个地方比较隐蔽 一般人找不到的 我看不是找不到 是小姑娘你 再引我们上套吧 辉哥 你这样说就见外了 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吧 我也觉得信任最重要 说你大哥到底在哪儿 苏小婉 怎么样 大哥 叔爷 快救我 你